2020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为避免疫情扩散,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旅游景区纷纷闭门谢客 虽场地关闭,但文化服务却为缺席 文化单位纷纷开启云模式,为民众提供线上服务 让受众足不出户也能体会文化魅力 国家图书馆坚持闭馆不停服务的原则 通过线上数字图书馆服务,为读者提供精神寄养 一方面,我们积极扩大外购数据库的访问权限 将中华医学会学术期刊、中国医学科普文献、万方学术期刊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等三十余个涉及医药卫生、教育研究、知识服务的外购数据库 由原来的局域网访问放宽至了互联网注册使用 方便读者远程查询和下载 为居家办公、在线教学、学术科研提供了丰富的电子资源保障 另一方面,我们的国土公开课平台还专门推出了抗疫专题服务栏目 整合了疫情防护、心理健康、养生饮食、居家健身等专题资源 从1月24日闭馆至2月25日 国土公开课的点击量已达到了955万次 此外,一些文化旅游景区也将原定的线下主题活动改为在线上举办 通过线上平台让游客宅在家中也能身临其境,感受畅游景区的美丽 疫情发生以来,圆明园管理处全力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将一些活动从线下改到线上 例如2020年皇家灯会原定于在元宵节期间开展 我们取消了线下活动,录制了7分钟的视频 在圆明园官方微信、微博上推出了足部出户网上看灯会活动 共有4万多人点击观看 此外,我们还有圆明园大讲堂、摄影乐赛、历史文化讲座等活动都在线上推出 受疫情影响,自1月24日起 敦煌研究院辖下的墨高窟等石窟暂停开放 并随即推出微信小程序《云游敦煌》 运用数字化技术将敦煌石窟内容进行分类呈现和深入解读 让用户足不出户就可畅游敦煌,感受莫高窟文化 前不久,抖音平台联合九大博物馆推出在家云游博物馆活动,堪称火爆 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 抖音联合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山东博物馆、山西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等 国内九大一级博物馆 将他们珍藏的一些音视频、VR接入抖音 共广大网友可以在线浏览 还开展了九场直播 我们希望将这些宝贵的文物可以视频化、数字化 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 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深入的接触、了解博物馆 我们九场直播共有几十万人次参与观看 随着科技的发展 线上服务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云模式打破了时空局限 以云为桥、健平如面 在疫情的特殊时期 不仅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 也让赞于困境的文化产业转危危机 为其在疫情之后的复苏打下基础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